眼在宽颜沾帽下的那人显然也没有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处,不由的眉头紧皱,更不敢停留,丢下一句收拾干净便迈开步子响走。 站在女孩左侧的男孩脚下一动,双臂一展,恰好拦住了她的去路,小脸扬起,俊俏的小脸上眉目如画,长长的抹额在阳光下飞扬,样出温柔的白光。 她扯了扯嘴角,露出一抹笑,叔叔,既然来了,就别慌着走啊。 那人见去路被拦,不由得急了,呵斥的,小兔崽子,给我滚开。 拦住去路的,正是收到消息,飞速赶来的安安,乐乐和嬉戏。 虽然兄妹三人不知道魏无羡和蓝忘机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,但不妨碍他们明白事情的重要性。 这院子是贼子藏身的地方,进出的人自然都有嫌疑。 会出现在这里,必然与阿爹和父亲被抓之事有关。 安安兄妹三人早就摩拳擦掌,恨不得大展拳脚,见得此情景,如何肯放人离去。 见对方出言不逊,安安小脸一板,是为至尊的气势释然而出,稚嫩的童音也变得锋芒毕露,放肆。 安安冷声一喝,逼迫而来的气势让那人心中一致,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。 他撩起沾帽的茂言,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安安,眼睛一眯,抬手就去推。 我不跟你这小猫还一般计较,让开。 不管这些人是什么身份,来了这大一阵,就算是龙,也得给他乖乖盘着。 只是他现在急着回去,暂且饶了这毛孩子。 安安身高不到那人胸前,动作却极机敏,见对方伸手来推,冷冷一笑,右脚略退半步。 左手一抬,右手顺势一个燕子咸泥,叼住了那人的手腕,一带一推,砰得一声闷响。 那人竟被安安推倒在了一旁的地上,啊,那人猝不及防,被推得一个扬倒,失声叫了出来。 那人背对着赵三往外走,加上赵三又被另两个孩子转移了注意力,因此并没看到安安出手,只当是那人推安安不力,反而被熊孩子绊倒了,闻声看过来。 顿时一惊,哎呦,风哥,这是咋了?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?快走两步,就想要去浮滚倒在地的那人,嘴里道,我找你们父亲不过商量点事,你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啊?赶快让开。 到了这会儿,赵三也还没真正意识到自己脚合进了一桩什么样的案子里, 只当是屋里的那两位得罪了风哥的主子,要教训他们一顿而已,并未想过商人性命,因此也并不十分紧张。 见人家孩子找来了,他的第一反应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,却不想孩子太雄直接就把风哥给推到了。 出乎赵三意料的又何止这一桩? 还不等他迈出第二步,另一个长相斯文,进来之后一直闭口不言的小男孩,乐乐,迎面挡住了他的去路。 哎,你这孩子,赵三急的跺脚。 这两个男孩子,不,准确点说,这三个孩子,还真都是被宠坏的熊孩子啊,这是走到哪儿都要捅马蜂窝吗? 乐乐点七的眸字,闪着森冷的光,紧盯着赵三,竟让他有些背脊声寒,吐出来的字更是字字如冰。 不!行!你,赵三刚开口,乐乐晃了一下手里的剑,截口道,不准过去。 你的对手,是我。 啊!赵三愣在了当场。 这小家伙好大的口气,还不准过去。 泽泽,果然跟里面那个冷冰冰的人一个模子。 只是,小娃家家的,还拿什么剑,装仙师未免也太过了吧。 就这两三句话的功夫,摔了个七昏八素的风哥,已经忍着痛,身吟着翻过身。 刚要用手指着地站起,就见视线里出现了一双雪白,绣有卷云纹的小靴子,速度之快,让他差点被踩了个正着。 风哥匆忙收回手,嘴里骂骂咧咧地道,该死的狐孙,从哪儿冒出来的,也敢摔你风爷爷。 在顾布的什么身份脸面,迎头就往靴子的方向撞去。 废话太多。 头顶上方传来又一声冰冷的呵斥,风哥只觉得白光一晃,雪白柔软的薄愁便从他的头顶飘飞过去,紧跟着屁股被砰得踢重,身体再杀不住。 对着墙角堆着的柴河就撞了过去。 顿时,只见得墙角处稀里哗啦一阵碎响,伴随着柴河粉碎,杂落的声音,还有风哥凄厉的惨叫。 啊,见到那人摔得狼狈,安安收了脚,下巴一抬,小脸绷得紧紧的,再无半分笑意。 若是魏无羡在此,定会感叹这小家伙生起气来,也跟蓝望鸡出奇的相似。 安安居高临下的,看着摔落在柴木堆里的风哥冷冷地道,既然是商量事情,自然是人都到齐了才好。 否则,小爷还得挨个去请。 小爷本也不想为难,可惜你太不识趣,不仅口出恶语,还心怀歹毒,那就怪不得小爷脚下无情。 如今这句话,小爷还真就还给你,小爷也不跟你计较。 待我们阿爹和父亲问清楚话,若此事真与你无关,再走不迟。 现在想走,迟了。 风哥摔得鼻青脸肿,脸上被柴盒上的细小木屑刺破,一时间满脸都是血痕,看上去很是狼狈。 遮脸的宽颜沾帽在刚才的那一摔中没了踪影,彻底露出了那张放在人群中也不显眼的脸。 若论记号,唯有左侧眉梢尾部多了一个约有婴儿小指大小的黑质。 你,你,你。 风哥吃了痛,又连番受挫,自然知道眼前的孩子也不好对付,这时遇上了硬茬,只得恨恨地盯着安安,暗自咬牙。 我要是你,就闭上臭嘴。 嘻嘻笑咪咪地躲不上来,看着地上的风哥老实点多好,就不会受这顿皮肉之苦。 风哥抬手抹去嘴角的血污,狠狠地沸了一口血水,咬牙骂道,该死的兔崽子,你们最好杀了我,否则,等我的人来了,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 嘻嘻眼睛一瞪,刚要说话,安安已经抢了仙,小嘴一撇,一脸不屑地道,那你最好让他们跑快点。 小爷正手痒呢,他们还会怕了这些喽啰不成,只要赶来,他们就一并给揍成猪头。 哼,这次可怨不得他们,是这些人自己送上门找揍,父亲想来也不会说什么。 呼呼,风哥鼻翼不断西张,出气如牛,显然还是很不服气。 被揍成这样了还敢口出狂言,嘻嘻秀眉一扬,白白嫩嫩的小手, 从旁边柴河堆里随手抽了一根,足有半个塌高,大腿粗细的木棒。 风哥见兮兮不费吹灰之力地拧起大木棒,冲着自己不怀好意地看来,瞳孔一缩, 瑟缩着不断往后退,全身更是绷紧了,准备迎接随时会当头劈过来的木头。 即便风哥自以为已经够镇定了,可微妙的防备也没逃过兮兮和安安的立眼。 安安冷哼一声,双臂环抱胸前,堵住她的去路。 嘻嘻不屑地一笑,手里提着木棒,冷冷地道,哼,就这鼠胆也赶快是坐近看风哥, 双眼中满是惊慌,小嘴一脸,露出一抹斜斜的笑,放心。 本姑娘现在不揍你,不过吗?说着,五指一捏,手中的木棒齐腰断成两截, 截口如刀削一般光亮,中间小丫头握着的部分,随着扑的一声闷响, 瞬间西树化成了积粉。 你若再敢出言不逊,当如此木。 话音一落,西西对着手掌鼓起腮帮子一吹, 细碎成粉末的木屑,煞石飞飞扬扬,飘散出去,看得风哥倒吸一口凉气。 他看走眼了,这三个孩子都绝非普通人家,定是掀门后辈。 他们这次撞上铁板了,吹散了粉尘,西西拍了拍手, 这才看向地上一身狼狈,愈发惊恐的风哥。 你得庆幸是安安先动的手,若是换了我,你这骨头就都该碎了。 嘖嘖,安安就是比他心软。 这样的贼子,就该让他再不能作恶才是。 被西西这么一恐吓,风哥再不像刚才那么嚣张, 蜷缩在地上,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兄妹两人, 眸光都有些涣散了。 虽然只是根大木棒,也不是他能碎成粉末的。 而且,他眼睛不瞎,断面处光滑如镜, 显然是控制了力量故意为之。 这样的修为,必然倒横不浅。 只是风哥想不透,眼前这三个孩子,明明一脸稚气, 年岁不大,怎么就有这么高的修为? 还是真如叔叔先生所说的,他这是撞上,小妖精了。 安安笑道,让你别那么暴力,把他吓傻了, 父亲和阿爹还怎么问话啊? 西西嘟了嘟嘴,我又没直接打他, 是这人胆子太小,不惊吓。 刚才还跟街头霸王似的, 被他这么一下立马就淹了巴基的。 嘿,胆子还没有族里的小菜头大。 丢人。